那么这五十多年 这开中法就特别兴盛 它当时不仅仅是纳米 不光是米了 包括沙 铁 金 银 马 茶 马是军用物资 棉布等等 那当时北方你看山山 所以他们就形成了最早的进商和闪商 国家退出了这种经营机制以后 好处是什么呢 商人都是重力的 他要核算成本 他要核算成本 他一定弄得最核算 他不像国家 国家做这个事就是 我只要成绩 我要后果 至于中间的成本不是我支出 所以国家做一件事 比商人做一件事 贵上几倍都是正常的 那么国家退出了盐业的经营 注意 明朝以后 明清最有钱的人是什么呢 盐商 这就是国家让利于民 庄太给我拍过一个戏吧 不是拍过一个戏 拍过一个纪录片 叫客从合出来 那上面查到的是 我母亲那一支 是山东历经 从道光年间连续五代首富 就是盐商 所以有人说 我终于知道 马维东哪来的钱了 他买的古董 都是他祖上的 我心里谢你 我们祖上真是盐商 但我连盐吃都是自个儿买的 那么学者后来就对这些商帮开始总结 这总结可不是 可不是当时写的是后来的总结 就是所有的事物的发展 总结是一种理论 但是你把理论搁前头 它是绝对发展不起来的 十大商帮有什么呢 我们知道的山西商帮 陕西商帮 就这次大年花开岳正元 演的陕西商帮 还有辉州商帮 江右商帮 江右商帮指的就是江西 还有广东商帮 山东商帮 江苏商帮 还有宁波 龙游 福建等等这些地方 那么这个商帮形式 它其实是可大可小 它是后人总结的 比如一省就为一帮 要不然一县为一帮 你像龙游商帮 它就是一个镇没多大 再有就是江苏 无县东山镇和西山镇的 洞庭商帮 这个东山镇和西山镇 这两个地儿我特熟 为什么熟啊 当年早年很多家具 都是那买的 你想想 那为什么有家具啊 因为历史上竟商人 商人有钱啊 我那个在厦门 官府博物馆里的那个 最著名的那张 拔布床 就是江苏无县东山镇的 当年我买的时候 他溜溜溜的给我拉了 三首扶托拉机 那时候还首扶托拉机 咚咚咚咚咚咚 给你拉过来 一个床上住的这么粗 盖房子都够 那就是当时的这个东山镇 西山镇呢 就是去的少一点 因为西山镇的那个交通 不如东山镇 这就是将来有机会再讲 那个地方的整个的 这个家庭的布局 以及它出了多少重器 因为那个地方有钱 那么历史上发展最大的商帮呢 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 一个是晋商 一个是徽商 晋商呢 这个 你忘记 中国事啊 忘记 忘死了 倒都倒得特远啊 一倒就是倒到春秋战国的时候 甚至更早 这山西人就有经商传统啊 他有了这种发达的商业 他就必定有 这个成功的商人 所以呢 晋商呢 作为一个商帮呢 从明初开始实行这个开中法以后 他就抓住了这个时机 历史上所谓啊 历史上这么说 有五百年 五百年晋商 实际上就是从明代算起的 那么明代的晋商和后面的徽商呢 它有两个共同点 第一个共同点 它肯定是以炎业为主 炎业一旦开放 给了这个民间精英炎的一个权利的话 那么炎是能赚大钱的 我们今天啊 都觉得这炎怎么赚钱啊 说这一袋炎才多少钱呢 你这辈子也吃不了多少炎 可是你知道 每家每户都要吃炎 历史上发大财都是卖小东西的 你到香港去看啊 虎报花园是今天旅游团必须参观的景点 那就是胡文虎胡文豹兄弟俩卖万斤油卖出来的 那万斤油我小时候就是清凉油三分钱一盒 就是他们家的 他们画一老虎 卖这个最后卖出一虎报别墅来 咱今天卖这个好像卖不出来 架不住当时云人使者的 那么第二点啊 就是晋商和徽商共同点呢 就是它一定是跟官商结合 南京话叫勾结 它其实不是勾结 就是结合当时的官商是藏权给他 因为他要国退民进呢 那明末的时候呢 这个晋商就彻底衰落了 他跟清代后来的 就是咱们在电视剧里 或者知道的乔家大院 王家大院这个都没关系 没什么的直接关系 如果非要说关系呢 就是说他们之间的一种精神传承 所以这个明代的晋商呢 这个他当时还留有这个遗嘱啊 他遗嘱说什么 说利以益之 什么意思 我的利益 我赚的这个钱呢 一定是要有 从我这个道义上 要有限制 不能互来 对吧 清代人把它改了一下啊 清代的晋商呢 就把这个事还这四个字 他换过来说 他说以益智利 就是说我想赚钱 那我益在当心 益在先 益是什么呀 说话算数 对不对 今天我们最怕的 就是说话不算数 今天在这社会上 让你天天闹烦心的事 都是说话不算数的事 所以清代的时候呢 他就说以益智利 就是说我把这个益哥的钱呢 我才再去想办法去赚钱 这是他商业的一个宗旨 清代的晋商啊 在今天的这个晋中地区呢 就非常的繁荣 晋中地区是哪 齐县平遥太古 我原来讲过啊 齐县的灯太古的棚 它什么意思啊 齐县一到过年的时候 张灯皆彩 太古都是打棚 有钱人家门口打一打棚 把古董都摆出来 摆出来干嘛 显摆 让你看我们家有钱 你看那个 那个有的人把豪车摆在家门口 就这意思啊 不能开进去 开进去 人不知道你有钱嘛 所以那时候呢 太古搭棚 旗县掌灯啊 平遥是古玩贸易最风 这个这个最多的地方 我很多东西当年去的时候 都是在那买的 呃 在这个北京有些倒腾古玩的人 当年就是山西的知青 因为山西的 到山西插队啊 山西的那些 这个老乡们脑子都比较僵化呀 他是个北京去的呀 脑子比较灵活 就是每次回来的时候 带点古董 那时候古董没有市场 没有人买 只有国家收购 就卖给国家的收购部 从中赚差价 这么发的财 这些商业的这种形成呢 其实它还可以细分啊 你比如山西当时的 他这个商帮中呢 他自己也分 他说他有船帮的 什么叫船帮呢 船帮就肯定是坐船的呢 他是什么呢 对日贸易 对日本贸易 这叫船帮的 还有什么呢 驼帮的 驼帮 骆驼 那一听骆驼 肯定是往蒙古跑啊 往蒙古俄罗斯跑啊 做什么 卖他茶叶 那茶叶利润特别大 所以这是驼帮的 还有票帮 票帮就是你今天到平遥城里 去看那个日升昌票号啊 票号最初是从典当开始 最后变成了就是金融的 这个这个 这种行当啊 就是有点像银行 银行的前身吧 咱孙力那长相就是江南美女 跟陕西呢 大脸盘子 他贴不上 您到兵马俑那瞧瞧去 那脸盘子都是一个比一个大 陕西的这个富人呢 长成他那个兽不留顿的 这个样子就不行 那么我看到他这个第一集啊 第一集他就是一个行走江湖卖艺的 一个女子跟他爹啊 其实还不是他亲爹啊 还是一个养父啊 他自个儿就老说嘛 你天天跟我说的都不一样 你怎么天天骗我呀 他爹满嘴的瞎话 就为了赚钱 什么事都干 就这 把他卖就卖过多少回 那么他一个亲爹都不知道的啊 亲生父母都不知道一个女子 变成一个女首富的 这可能性有没有呢 这可能性基本上没有 可能性有多大呢 我最近学了一个英文单词 叫可能性是个zero 是个zero 是个零 他没有可能性 他历史上 他确实是这样 这个周盈历史上是出身于当地的豪门贵族 他当时就是豪门 那么他的太爷爷啊 叫周眉村 是当时的刑部的原外郎 也是一个这个巨商 就有有钱嘛 家里就有钱 还都是太爷爷 你想多少代人了 那么他出身于呢 就是师叔之家 师叔之家从小呢 就聪明 其实从小聪明的人多了 你没生在一个师叔礼仪之家 你聪明也白聪明 你小一点点你啊 就你这大鼻子天天给我惹事 那么他的天生聪明呢 都是后人说的 农村呢 不是农村 就是农家 在过去中国是个农业社会 农村是最广泛的这个中国的地区嘛 农村有那个穷孩子也聪明 那聪明就白聪明 因为没有人培养你 所以他就京都师叔啊 就善于这个算写 这算写这两项啊 能写字能算数 这在清代啊 在民国时候是不得了的一个记忆 那么周莹成为啊 当时的陕西静阳的首富呢 他的基础是最重要的啊 可惜电视剧中呢 把他一开始为了剧情的跌宕起伏 一开始把他变成了一个江湖小混混 以我的逻辑 以我早年当编剧 当编辑的这个逻辑啊 这种小混混是很难混成首富的 为什么 游走江湖的人都是用小伎俩啊 我们那时候都不说小伎俩 说小只俩啊 说用那小只俩 小聪明去赚那大钱 你成为首富一定需要大智慧 你是凭伎俩赚钱是不可能的 你可以赚钱 但你成不了首富 所以少儿时候的教育特别的重要 我们今天都讲究教育啊 当然少儿的教育多重要 也办不着老胎教啊 我最近看一段子 我觉得特有意思 说这个胎教啊 这妈怀孕的时候啊 听的都是莫扎特 听的都是贝多芬啊 说这孩子一出来就变成儿歌了 你说这个早期的这个教育有问题 所以孩子的早期教育 尤其人生观的形成的时候 什么叫人生观 就是你开始辨别社会 有你自己的想法 那我认为大约是从十岁到二十岁 或者再小一点 从五六岁到十五六岁 所以这段时间你的人生观的形成 如果你这时候 混迹于江湖 用小伎俩去赚钱 你长大了 你很难变成一个心胸开阔 有大智慧的人 那你变成首富的概率就很低了 所以我觉得电视剧中 为了收视效果 把它的出身改成这样呢 好看归好看了 但是它不合逻辑 周家历史上有钱呢 他就一定找人就是门当户对 这在中国古代啊 非常的重要 今天啊 如果你找的人不是门当户对 不是不能得到幸福 得到幸福的可能性 远远低于门当户对的这种可能性 我们看到很多啊 今天新闻中啊 夫妻撕得很厉害 就是根上有问题 那么这个周莹呢 他嫁给了当时的这个是晋阳的首富啊 你想想他这个他家里有钱 他嫁的人也有钱 这个是当时他的首富叫什么名呢 叫吴卫文 他有个独子叫吴聘 电视剧里就叫吴聘嘛 他嫁给他了 这个吴聘的从小就病病殃殃的啊 就病病殃殃的 这个吴卫文呢 在当时也是著名的延商啊 我们要讲这个延商为什么有钱呢 是因为政府放你一码你才有钱 他当时跟那个胡雪原都差不多 都是那种红领商人 周莹嫁给吴聘以后 这吴聘本身啊 就是从小病病殃殃 嫁的时候18岁 他17岁 这个男的啊 就是这个夫家呢 吴聘的18岁 他说我从小啊 喝了15年药汤子了 那基本上这人就废了 你知道啊 过去啊 过去由于疾病啊 这个就是医学不够发达 疾病就是致使人早要的人很多 所以这个吴聘呢 这个人很有意思 你们俩不要打架 好不好 我这 您得让我讲完 过来 上这边来 过来一个 那么吴聘呢 这个结婚的这个新婚之夜呢 知道自个儿这副状况 你想身体不行对吧 身体不行 谁知道 自个儿知道 然后呢 他就跟这个周莹说啊 他说我活在这世上18年呢 就喝了这个15年的苦汤 就喝了15年的中药了 我自知我自个儿的命呢 如踏薄冰啊 如采扶平啊 如如你啊 就你这小姐 这个周莹 你要是不愿意与我结成夫妻 那我就愿意啊 咱不是在洞房里吗 我愿意打开后花园门啊 送你小姐回家 您自个儿就逃婚就跑了 就拉倒了 哎 这段词啊 我不知道人家这吴聘当年是怎么说的啊 这这太台词了 这太像话剧了 这是电视剧中要写出这么好的词 这太不容易 结果周莹说 既然我嫁到你这来了 那过去古代是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的 嫁个扁的抱着走嘛 这过去这都有名的话嘛 那么 那我就一定就跟你 我不管你身体怎么样 我今天就好好跟你过日子 那婚后以后两个人感情很深 他为什么感情深呢 他是因为结婚早 你想一十八一十七 十八和十七的一结婚呢 感情都特好 为什么 没成人就剩这段感情了 他必须得好啊 现在这人三十七八了 你想这三十七八 这俩人思想多复杂 加起来快八十岁了 所以他们结婚 那感情也能好 也能好 我不能随便说人不好 那么 但是 吴聘跟这个周莹呢 好景不长 好景不长 那结婚不到一年 这公共遇难 这电视剧里都有表现啊 丈夫呢 也遭受打击 就一下就病逝了 那家里没有了子嗣 没有男丁啊 在古代为什么说这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 你没有男丁这家就坍塌了 那怎么办呢 吴英就作为这家里唯一的继承人 被迫上马 那年他只有十八岁 十八岁什么概念 十八岁在今天是江江考入大学 今天的十八岁可以 十八岁的孩子我看过电视采访 能够侃侃而谈 说的头头是道 什么都照顾周全了 但是他未必能够在社会上混出来 今天的孩子普遍都是智商高 心智低啊 你说心智跟智商有什么不一样 智商是教育出来的 心智得有感受 所以我们老说一个词叫高分低能呢 我们今天的孩子抗打击能力特别差 是不是 我看了看 前一日子啊 这网上啊 人家陆寒谈一恋爱 随便宣布我爱上一女孩 那很多人就抗不住这种打击 要死的心都有了 还有人要自杀 人家谈不谈恋爱跟你有啥关系 你还在那要死要活的 所以我就说现在这孩子 我得罪你们了 真的你抗打击能力太差 所以有个新词叫巨婴 就是长成18岁了 还跟婴儿一样的心理 你比如说我一个朋友啊 朋友的孩子上大学 上大学呢 哎呦 兴奋了 孩子考上考大学 去了以后给孩子干嘛去了 铺床 跑宿舍里铺床 把人床面铺 妈子行了以后呢 还得欣赏这床铺 一抬头 后脑勺子磕上铺上去了 磕得眼貌惊心 当时快昏厥了 坐在床上 坐了半个多钟头 才缓过气来 我就说 我说你 你这儿子不会铺床啊 你凭什么 你去铺床啊 结果呢 他缓上气来以后啊 他还不计较去 他一看 哎呦 这哪还不平 还拽不拽不 把枕头又摆好了 第二下 咣当一抬头 又忘了 上面还有上铺呢 不长记性 第一次是磕后脑勺 磕自个儿脑袋上 第二次 磕的自个儿 刚才那包上了 你想这得有多疼啊 所以 家长没必要对孩子 无微不至的呵护 我18岁 就离开家了 我14岁离开一回 18岁离开第二回 我12岁 我18岁啊 离开家的时候 去插队 插队那天 我跟我爹说 我说 不是爸 我走了 我扛着背包 拿着脸盆 我爹 不站起来 牛啊 他不站起来 我站着 到门口 我爹指着 指着我说 去了好好干啊 哎 我就去了得好好干 我在农村啊 插队知青啊 我就坐上一大巴 那是来接的那大巴 那大巴 可不是现在这种 豪华大巴 是那种撒起漏风的大巴 开始接人 一上午 各个学校 每个学校接个 一个半个的啊 接了一上午 才接齐这一车人 这一车人 谁都不认谁 直接就拉到农村去了 拉到农村 第一宿啊 拉到农村 到那就已经快到傍晚了 冻得不行 12月27号 最冷的时候 我记得清清楚楚 八个人分一屋 这屋两边都不是炕啊 是炕你能拢热了 是那床板搭的那破床 然后呢 一人自个儿戴着被子和褥子 那褥子薄的就这么薄啊 铺子上面 人 每个人睡觉的时候 都缩成一鸡蛋 那时候赶上我自个儿也软 自个儿抱着腿啊 缩成团睡觉 要不然冻死你 窗户指都是破的 啪啦啪啦 直响 灯呢 15瓦 那时候那个农村的电压根本不够220 只有180 那灯灯弱的都看不见 冬一宿 第二天早上干嘛 第二天早上起来 第一件事 出门找草去 那草不好找 农民家家家门口院子 哪都有那堆的堆的那个稻草 舵的到那去偷去 抱两捆 抱两捆 稻草 回来自个儿给自个儿铺床 我们一个床睡四个人 一个大床板子上 就给自个儿铺这位置 为什么 管不着别人 都抱不了那么多 两捆草这么粗 两捆稻草 回来 铺自个儿的这个位置 怎么铺 人都是天生的 用不着人家铺 这么抓一把 搁这边 抓一把倒过头来 你要全高一边铺 那这床铺是斜的 来回交叉的 一会就铺好了 把路子一搁上去 哎呀舒服啊 人躺在草上舒服 不是牲口知道 人都知道 你知道吧 我就是那么长大的 就那么长大的 什么都会自我解决 到一趟 到农村去 没有想不想家 想家 回不来 回不来就不想 就要自个儿 一天一天的长大 人就迅速成人 那周盈也是这样 18岁 逼在这份上 古人18岁的心智 非常成熟 你想啊 康熙 8岁登基 14岁亲政 什么叫亲政 就自己管理朝廷 管理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他才14岁 你让今天的孩子 你想 甭说他不能接受 他爹妈都不能接受 那么 这个电视剧啊 因为我看的 我没有完全看 我实在没有时间看电视剧啊 能我看的这一块呢 比如我看到最后有一段 有意思啊 这周盈呢 由于不捐钱啊 这跟史实还是有出入啊 他是因为不捐 不捐钱 别人都捐完钱 就他不捐 他说我这钱给老百姓啊 就是他扶贫可以 但是不给黄 结果慈禧太后 点了名要见他 住在他们家吗 要见他 所以这有一段 大段的对话 这段对话呢 完全都是 政治纲领 全是盘道 这都有点啊 有点过了 按照中国啊 这个过去的地质社会 那等级森严 慈禧太后呢 什么脾气啊 过去那个不懂事的人 跟皇上下棋啊 下棋下棋 你以为你棋艺高超 老佛爷不会下棋啊 跟老佛爷下棋 急了呢 说错话 说我杀老佛爷一个马 那老佛爷一下子 说我杀你全家 对不对 你跟皇上说话 半君如半虎 所以周莹那段对话 我觉得啊 就是实在不符合 中国过去的地质的 这个伦理 它是有伦理的 那你说说 你挣下这份家业 靠的是什么 回太后的话 只靠一个字 辩 除了求新求辩之外 那你打理生意 还有什么诀窍 还有的话 那就是放权 放权 你跟皇上去 这个 讲这番道理 是没有可能的 大臣讲这个道理 都得小心再小心 你进去撑死吧 磕一头 把头磕响点 皇上没准喜欢 就让你这个退下 所以这段描述呢 不管他是怎么要塑造一个 女首富 女富商 但在这一块 我觉得从 我们过去社会 存在的道理看呢 有点太过 据说啊 据说这个 周莹的亲戚啊 就是他一个侄子 曾经说过 说这个 慈禧太后 认周莹为干女儿 这说根本就没这事 说历史上 他就没见过慈禧太后 虽然在1900年 就八国联军 打中国那年啊 从那开始啊 他每年的政绩最多 被这个 这个 告封 一品夫人 但是他也没见过慈禧太后 这史实 咱就不去掰扯了 咱们现在也不是研究历史的 咱就是看一电视剧啊 电视剧 好的是什么呢 是逻辑 就是他形成的 这个道理的存在 历史上的事 都一定自有 就是自发而来的事 他一定是自有 他的逻辑 如果你没有逻辑呢 那我们就不看 今天的人大概对逻辑呢 不是特感兴趣 只是看表演 那我觉得也够了 看电视剧得会看啊 就是你看不了故事啊 你说这没逻辑 这故事我不看 没关系 你看表演 看看演员的表演 是不是到位 表演我也觉得 都是一个 都是一个 这个 没特点的表演 我也不愿意看 那你可以看看服装 是吧 看看服装 你说这服装我也不喜欢 那爱换什么服装 换什么服装 那你看看人的脸 说看看人长得好看不好看 你说好看不好看 对我这个事 我也不爱看 那我说你他妈是翻杠 你就甭看了 不就完了吗 所以我们看这个电视剧 能看的是什么呢 看的是中国的商帮 今天的首富是谁啊 在那网上天天说 一会儿姓这个 一会儿姓那个 一会儿说 这人临时当了多少天 首富 爱谁谁啊 那跟你们没关系 只有跟他自己有关系 那么中国过去的这商帮 今天没什么商帮 也有点 比如我们说过去讲过啊 比如温州地区的 比如潮汕地区的 比如宁波地区的啊 这些地方 都是出商人的地方 那过去的商帮怎么形成呢 中国的商帮 明代它开始形成 为什么以前不形成呢 因为以前中国是重农易商的 对不对 我们白居易老头写过著名的诗句 就叫商人重力 清别离 前月扶梁买茶去 您就买点茶叶 您就跟我来点感情 你至少要跟我这个走的时候 来一个长吻才能走啊 没有 你清别离 所以商人不是一个好词 你比如人打听 说那人怎么样啊 说那人是个商人 那不再过去都叫骂人 今天要说那人是个商人 那说是不是首富啊 一是首富就肃然起敬了 那是你堕落 你堕落了 那么明代啊 商帮的形成是因为中国商业经济的繁荣 那么他这个商业的形成 为什么就是说在元代以前宋代都没有呢 那不是也有商业吗 清清上河都不是看得清清楚楚吗 那时候商业都是国家管控的 那么到了明初的时候呢 这个商业就比较放开 为什么放开啊 因为明初的时候 朱元璋时代 国家百废戴新 商品经济跟不上 我们传统的古代社会 最重要的经济呢 它叫盐铁 什么叫盐铁啊 你读汉代的盐铁论 盐是国家管控的 铁是国家管控的 盐为什么国家管控 因为每个人都要吃盐 铁为什么国家管控 因为铁能拿去打仗 对不对 就这么简单 那么西汉以后 盐铁专卖成为固定不变的国家制度 那么国家直接就经营这个 就不许你私人去经营盐 所以到了明初的时候 因为朱元璋实在是顾不过来 为什么顾不过来 就是国家效率低下 成本极高 所以采取的一个态势叫什么呢 叫国退民进 这听懂了吧 国家不干了 国家当时边方需要钱 你说需要钱 大国的蒙古人拼命的 因为蒙古人 就是你知道元朝 打变了全世界的蒙古人 你哪那么容易 让朱元璋一个安徽人去统治 所以蒙古人天天的侵扰你 那怎么办呢 朱元璋就命令徐达 等这些大将北伐 包括后来朱永乐 朱棣皇帝都死在御驾亲征上 你可见当时的编换问题 那么你打仗最重要 古代打仗跟今天打仗没区别 今天未来的战争 咱们不知道 到目前为止 后勤激仰非常重要 那么兵多两少 兵多两少 那去了兵一上去 你的后勤激仰就要跟上 后勤激仰跟不上呢 就有人马上跟朝廷报备嘛 那朝廷马上说 各省全部运粮草 我们过去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就这个意思 但成本太贵 太贵了 洪武三年的时候呢 那个山西省啊 有个行省参政叫杨县 就跟朱元璋就直接 就直接上书说 真怎么受不了 说这事真受不了底下 说这个太贵了 说没有办法 实在不行了 咱就动用商人 让商人呢 纳粮换盐 所以呢 朱元璋就接受了这个方式 这个方式呢 就叫开中法 咱们儿童再转送往后 咱们儿童再给我们了解锚